可以再出難一點 我就覺得還好啦 這次還好 就背的東西比較多 但我都背到了 所以沒關係 這語氣也太有把握 國中會考第一科社會考完 不少同學展現滿滿自信 因為今年社會考題還算簡單 時事題偏少 主要都是課本內容 有背就有分 地理公民題目中規中矩 不過歷史相對稍難 中國的歷史比較 就也有考年代的會比較難 相對來說 都實施的結合體 和其他科目的結合體 反而會少很多 就是跟我們寫的模擬考不一樣 社會已經夠簡單 數學竟然還出現送分題 會考數學科難度適中 不過非選第一題 考的只是單純的三位數加法 今年題型比較靈活 因此讀懂題意很重要 生活題其實是比 更遠往比起來 它更貼近真正的生活 因為我們都會面臨到開票 我們看開票的這種情況 上午第一科考國文 大部分學生也覺得題目不難 不僅時時題少 就連文言文也很好懂 文言文的幾乎沒有很多 數還是數還是什麼 就是都看得懂 都看得懂的 哇 都看得懂 跟平常寫的那些模擬考的考題 其實差不多的 而今天的作文題目 在傳統習俗裡我看見 同學必須結合個人生活經驗 觀察社會現象再反思 希望靈活的題目設計 可以測驗出同學 更高層次的讀寫能力 記者綜合報導